台中市一名七旬的戴姓妇人 去年六月在住家旁的小学 周边人行道散步的时候 被隆起的路面给绊倒了 她摔断了肋骨跟牙齿 家属向市政府申请国陪 不过市府却说 人行道的管理权责在国小 而国小却也坚持没有疏失 所以拒绝国陪 劳妇人备受委屈 痛批实在是官僚太冷血了 事隔一年再回想起那段衰惨经过 但老太太还是忍不住激动 那一衰害她不良于行 现在行动全靠轮椅 让她更痛心的 只申请个国陪处处碰壁 老太太就住在小学的对街 每天都会早起散步 去年六月十二号清晨 她绕着人行道走 却突然被树根隆起的路面给绊倒 右边肋骨断了三根 五颗牙床松动 老人家躺在床上整整两个月 家属气不过申请国陪 台中市政府一张公文 就把全责推给人行道旁的小学 学校也发文拒绝国陪 那个部分应该不是一个 就是说走路 我们一般人走路会导致他受伤的地方 学校也没有这部分的疏失 求偿金额不合理 全县尚待厘清 这两句话打了国陪的回票 家属到学校讨公道 还受到了冷嘲热讽 你吃空狗 那是我看 如果我背你多多 我再背你多多 你不要一直来入花 市政府是一体的 不管你今天学校是附属机关 是独立的法人团体 或者说你建设处是负责维修的 你就是要负责 互提皮球官僚到了极点 事发快一年 老太太健康每下愈况 女儿还辞掉了工作 全新照料妈妈 家属说要国陪 只为了个公道 却因为这个公道 家属更看清楚了 政府的满开 明镜新闻桥就来整坤 台中报导